前两天在陕西西安一家银行里头 一位身患重病躺在担架里头的老人 你要说都病成这样了 还上银行来干嘛呀 听我跟您说了 这位老人姓徐 老徐师傅今年都75岁高龄了 患有重病 平日里生活不能自理 连睡觉都没法平躺 现在正在西安的一家医院里头接受治疗 那因为治病嘛 这东西他要要要要取钱治病啊 前两天呢 他的老伴李老太太 拿着老伴的这个卡到银行去取钱 但是没成想 蒙中出错 连着输密码输了三次 都输错掉了 这下坏了 账户被锁住了 那银行说了 按照规定 必须得这个户主本人来 才能给你解开 才能再改密码 那李老太太就跟银行工作人员就商量 我老伴来不了啊 我老伴现在患病啊 床都下不了 天天躺床上动不了 这特殊情况 你看能不能给通融一下呀 那银行工作人员说 那不行 反正我们的规定呢 就是你必须自己来 这个手印必须是 这个老汉他自己本人亲自按下去才行 那这没办法呀 折子不解锁 你里头钱去不出来 没法生活呀 好 打120吧 来了五个工作人员 搞了个单家 开着救护车 老人家那也是全副武装啊 带了个氧气包啊 背着这个监护仪 就侧躺在单家单家里头 被急救车送到银行门口 话说到了银行门口了 120的工作人员 跟李老太太就都跟银行商量说 这个老人家身体实在不行 你看你们能不能出来 因为我们本人也来了嘛 你到门口来看一下确实这是本人对吧 啊 然后在这个看一下情况下 让给老爷子要拍照啊 或者录像啊 然后证明了之后 我们家人进去代办这个业务 可以让老爷子少受一点罪 但是遗憾的是 没有人愿意出来 工商银行的那些人员就坐在里头 不行 你叫他自己进来办 没办法 医护人员好吧 那有人抱着老爷子的头 有人拿着氧气包在旁边不停的捏 因为离不开了氧气面罩啊 一口气上不来就有危险呢 就不停的在那捏氧气 还有人在两边扶着 防止他掉下来 一番折腾搬了头 从大厅外头台阶下面 一点一点抬到大厅里头 老人颤颤巍巍的按下了这个手印 最终才把这个事情办好 您瞧瞧啊 老头七十多岁都病成这个样子了 您就不能特事特办吗 就不能稍微人性化一点吗 对这个事情银行还叫去了 说那我们是按照制度形式来办事的 我们这是为客户的财产安全负责任 你可拉倒吧 老头命都要被你们折腾没了 还财产安全 当然昨天呢 银行已经做出回应了 承认这个做法是不对 接待贵员带岗一个月 停发绩效奖 全行通报批评 支行的行长副行长大唐经理等人全部被通报批评了 然后扣罚绩效奖 500到1000块钱 并且还登门向老人家道歉 哎呀反正听了这个事啊 处理归处理吧 我们我看到这幅漫画呀 我觉得就是特别心酸 您瞧瞧啊 挂这个牌子要储户至上 可是储户在哪呢 储户至上合着是你们自个儿高高在上 储户至上的意思就是你们要想上来 至到这上面来 不好意思 你自个儿爬上来吧 这个叫储户至上啊 爬在上头 来看媒体方面对此事有怎样评论吧 在华龙网上的一篇评论文章 标题叫做重症老汉 台金银行 制度冷酷 还是人性冷酷呢 文章里头说 这制度是死的 可是人是活的 银行你作为窗口单位 作为服务者 本应为储户着想 为储户提供便利 现在倒好 不仅态度生硬 更是毫无人文关怀可言 与其说是制度冷酷 还不如说是这银行的工作人员 人性冷酷 这种行为分明是没有转变 以人为本的工作作风 工作那也是为了让领导满意 而不是让客户满意呀 再看到和讯网上的一篇评论文章 标题叫做 120送老汉赶密码 银行何其傲慢与冷漠 文章说 银行的规定成了工作人员偷懒的借口 这也折射出了金融服务部门 我是老大 我怕谁 皇帝的女儿不愁嫁 这种老观念 根本就没把客户放在心上 银行工作人员 以恪守相关规定为由 拒绝采取灵活激动的变通手段 往轻了说 这是死板教条 往重了说 这就没人性 太傲慢 太冷血 这在银行业竞争日趋激烈的当下 显然已经不合时宜了 得音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